在哈佛大学教正义的著名的法学教授 Michael Sandow 他说了一段话曾经 他说可能最成功的律师 就是最糟糕卑鄙的道德底下之人 川普现在在打了法律官司 可能找到很好的律师 他帮他找到了一个叫做拖延站 这是律师最擅长的事情 也就是说关于他把美国国家机密文件 带回海湖山庄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违法 他已经不争辩了 我就跟你一直拖延司法的诉讼 然后他当年任命的一个法官 就同意他任命一个叫做事务官 然后这个事务官是一个退休的法官 好好来看这些文件 他也不在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拖延站就是他要的 第一 在其中选举之前 司法部门因此不可能起诉他 第二 在其中选举之后 即使要起诉他 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第三 但就是在共产党提议的时候 来不及阻挡他 在共产党提议的时候 这件事务官是在共产党提供的 我家里的马亚党提供 是一种状态的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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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前总统川普最擅长的 就是把所有对他的法律指控 都描述成政治对手的打压 但现在光靠这套策略 恐怕已经行不通 因为川普目前所面临的司法困境 完全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 首先是针对去年初国会暴动事件 司法部一口气发出 三十多张传票 对象包括多位前川普政府官员 和现任阵营幕僚 有人甚至被要求交出 手机等通讯记录 虽然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川普本人可能遭到起诉 但这把火确实烧得越来越近 尤其是川普阵营 为了打选举官司 所发起的募款活动 已募到上亿美元 但初步调查认为 这笔钱并没有用在 所承诺的法律行动上 最后很可能会有人因此坐牢 而且以过往判例来看 涉案金额越高 刑期越长 另一个和国会暴动调查 有关的进展 就是中院特别调查委员会 即将在9月底展开 新一轮的听证会 决定是否传唤川普本人作证 另一个直接让川普后院 起火的法律战场 则是上个月 FBI突袭海湖庄园 找到一百多份机密文件的 密件门事件 华盛顿邮报 引述消息来源披露 在川普庄园里找到的文件中 有一份描述外国政府 核武能力的机密档案 如果报导内容属实 川普很难再用文件 已经解密 或是档案属于行政特权的理由 为自己辩驳 而外界更担心的是 川普任内提名的佛州法官 同意指派特别主事官 过滤所有FBI查扣文件 并暂时阻止司法部 继续调查此案 很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并增加情报来源泄露的可能性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 法官同意指派特别主事官 是川普律师 使出拖延战术的一大胜利 based upon evidence that has been achieved pursuant to you know a lawfully obtained search warrant it would be he would be extraordinary and very destructive if if criminal defendants could routinely expect to delay the use of the evidence seized from them by you know by having motions for special masters decided you know once there had been a service of the search warrant 为了让拖延调查的伤害 尽量减少 司法部同意接受 川普律师所提出的 特别主事官人选之基 也就是曾经任职 外国情报监控法院 拥有查阅情报资料 授权的资深法官德里 佛州法官15号 正式指派德里 担任特别主事官 要求他必须在 11月30日前 查看所有被FBI 在海湖庄园找出的文件 排除属于 行政特权的档案 佛州法官同时禁止 司法部在此案 继续展开犯罪调查 分析指出 这起案件的进展 势必因此拖延 两个月以上 换句话说 不管司法部是否上诉 他们和川普之间的 法律攻防战 都会是一场长期战争 川普15号 接受媒体访问时 更是雨带威胁的警告 如果司法部真的起诉他 这个国家将遭遇前所未有的麻烦 且没有美国人能够承受这种状况 不过司法部似乎不是一直站在 川普的对立面 纽约南区前联邦检察官 博曼最近出出指控 川普执政时 把司法部当作对付政敌的私人武器 博曼说 川普因为不满前国务卿凯瑞 批评他退出伊朗核子协议的决定 要求检方以平民不得未经授权 从事外交的古老法条 起诉凯瑞 川普看 describe川普执闹 博曼说 司法部还要求他在控告川普律师克恩的起诉书上 删除不利于川普的证词内容 博曼在书中提及种种有关川普干预司法调查的爆炸性指控 现在成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重点 形成川普面临的第四大法律难关 但川普的难关和丑闻显然不仅止于此 一本即将上架的新书揭露 川普把政府机构当作自己的报复工具 企图阻碍他所厌恶的CNN母公司 时代华纳和AT&T诟病案 还想阻止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公司取得政府标案 甚至想立法废除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只因为法院阻止他执行边境政策 书中还说川普曾向约旦国王承诺 会把西岸走廊划分给约旦 根本不懂此举 可能引起更大的中东危机 另一本新书则是揭露川普败选后的态度转变 书中指出2020大选结果确定后 川普本来还安慰幕僚说大家已经尽力 显示当时的川普虽不情愿 但也已接受败选事实 然而不知何时 川普的态度呈现180度转变 他向多位幕僚和共和党议员强调 自己绝不会离开白宫 他还说明明自己赢得大选 凭什么要离开白宫 而这也是媒体首次披露川普拒绝 搬离白宫的混乱内幕 书中还说川普到处询问他人 如何才能继续保有总统职位 甚至连专门为他送可乐的服务生 都被当作询问对象 可见川普多不愿意失去总统身份 川普确实有一种神奇魔力 即便他面临多项司法调查 黄腔走板的丑闻不断 但他的死忠支持者始终不离不弃 根据哈佛大学1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 如果即刻举行总统大选 45%的受访者会把票投给川普 击败了现任总统拜登的 42%得票率 倘若民调风向不变 川普或许真的可以重返白宫 到时对美国甚至全世界来说 究竟是福是祸 没人可以预料